为什么说蛇进家不能杀 很多人不信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相信没有人不怕蛇吧 蛇是一种冷血动物 经历了1.21年的计划 发展而成的特殊动物群体 由于蛇没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 所以它们的体温会随着气温而变 对于蛇来说 二三十度的气候环境是最适合生存的 当气温降低时 它的体温也会降低 机体功能就会衰退 于是不得不在洞穴中冬眠 当它醒来后 基本每个地方都有它的身影 有些蛇是有毒的 而有些蛇是没毒的 但是不管有没有毒的蛇 人们对蛇都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 只要看到它们都得离得远远的 人们对于蛇的恐惧 不仅是那细长且充满鳞片的身躯 燃起一身鸡皮疙瘩 还有它们那剧毒的牙齿 当咬到洞时就释放出毒液 基本没有哪个动物能够挺住 而没毒的蛇攻击力同样也不小 家里面的小鸡小鸭 常常成为蛇的猎物 尤其是蟒蛇 人们就经常流传着蟒蛇吞人的事情 对呀 大家一看到蛇就很害怕 一直对蛇的印象很不好 甚至对蛇痛恨到了极点 看到蛇都想打死 可是民间却有传言 蛇进家不能杀 这是为何 蛇进家不能杀的意思是说 当家中有蛇进入时 千万不要伤害你 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恶果 在南方的农村家庭里 蛇进房屋是在所难免 当我们看到家中有蛇时 想对蛇进行鞭打 可还没动手呢 就被长辈指指了 他们认为蛇进屋是敌地的 因为蛇与传说的龙相思 龙进家是好事 会给家人带来好运 因此 不管之前对蛇有多憎恨的人 当看到蛇来到家中 都会改变对蛇的看法 不会去打扰他 让他自己来自己走 当然了 这是不科学的说法 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这样的说法 长辈们普遍认为 蛇的报复心很强 因此不敢招认 这不是口说无凭啊 影视剧也经常描述蛇的报复心 当蛇被人害死后 那么他的同伴们 就会结伴成群来报复人类 虽然这个说法没得到证实 可是长辈们基本都是这样想的 因此看到有蛇进家时 他们会温柔地把蛇驱赶出去 不会鞭打他 更不会杀死他 另外不杀进家蛇的另外一个科学原因 是蛇会捕鼠 很多人只知道蛇吃青蛙 就不知道蛇也是老鼠 当蛇进家 就说明家中老鼠很多 虽然很多家庭养的猫 可是老鼠会窜进一些小洞里 猫根本无法抓捕 蛇就不一样 它身子细长 能够钻进很小的洞中抓住老鼠 由此可知蛇也算是一种有异度 很多人可能有所不知 蛇对人的危害性蛮大的 可是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如果人表现出强硬的态度 对它进行驱赶 那么它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 冷血本性一爆发 后果不敢设想 因为蛇的毒液能远远喷射而出 击中人的眼睛 它的攻击速度也极快 很多人根本没反应过来 就被咬了 于是很多人在与蛇打交道的时候 总结出经验 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尽量不要轻易地去招惹 那么我们如何防范蛇进家呢 首先保持家里干净卫生 不卫生的环境会有老鼠生活 从而会引来毒蛇 再者可以在一些墙角 放熊黄粉 大蒜末等东西 这些都是驱蛇之物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办法驱蛇吗